老婆,你娘家真是个无敌洞,咱们离婚吧 我今年29岁,三年前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婆 当时对她的第一印象挺好的 聚会之后我主动要了她的联系方式 之后就开始追求她 三个月后她答应了我的追求,成为了我现在的老婆 结拉婚后我拼命地工作 就是为了让她以后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不久后她怀孕了 她就辞职自己在家了 家里面的重担就在我一个人身上 所以说我每天除了睡觉就是挣钱,非常的辛苦 但是看到她和肚子里的孩子,觉得再哭也不累 一年后,如愿以偿生下一个男孩 看到了我的儿子,心里非常高兴 发誓对他们母子好,因为他们是我最亲近的人 可是我们的这一切就被她的家人给毁了 事情还要从半年前她弟弟结婚的那一次说起 由于她弟弟每天都是不务正业,不上班的那种人 结婚的时候女方问她要二十万彩礼 我岳母也没有办法,从我们这里借了五万块钱 起初我是不想借的,因为这个钱对我们来说是全家的家产了 可是我老婆那种祈求的眼神,没办法只能借给他们 日子就这样频繁的过着 去年过年的时候老板给我一笔奖励金 我非常开心把这个钱给了我的老婆 并且和她说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上个月的时候我准备把我家的钱拿去银行做使期,多吃点利息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老婆竟然又把这个钱给了她弟弟 原因是她弟弟要买车 我直接跟我老婆发火了说 我们自己连车都没有,你凭什么拿我挣的钱私自给你弟弟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让我会怎么想你 你那个弟弟就是赖你扶不上墙的人 对他再好都没用 你把钱全给他了 你让我们的日子怎么过 我老婆看我骂了他弟弟 也跟我争吵起来 很搞笑的说,不就是花你两个钱吗 等孩子长大我上班还你还不行吗 他越这样说我越气愤 因为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过日子,一点都不理解我 一味的只知道为他弟弟付出 把我们家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毫不夸张的说,让我们的日子根本没办法过 后来我就直接回了我的父母家 到现在都没有和我老婆说话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们家真是个无敌洞